《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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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书记今天看得非常细 问得也非常细 而且他特别了解 当然他会关注 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化的一些特征 特别是商代文明的一个状况 国家城市的状况 当时的青东文明的水平 最重要还有文字加固的一些状况 还有一些当时的文化的一个交流和融合 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殷墟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 总书记再次提到 以甲骨文为源头的文字 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和作用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几千年来文明不成中断的革新的文明要素 我们一定会把甲骨文研究好 然后把它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文物 作为殷墟来说 它的价值和意义 总书记又做了进一步的参施 殷墟的文物的价值和它背后的这些文化的影响 已经深入到我们华夏民族的血脉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传承好和传播好它的文明和文化 而让它作为一个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更易被人们接受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下一步呢 将以研学为徒步口 通过甲骨文进课堂的形式 让小学生小孩子们 从小就知道文明的起源 我们下一步也要对殷墟进行一个整体的展身提升 和数字化展厅 我作为一个考古学家 我能够在殷墟从事考古工作 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因为中国这个考古学呢 发源殷墟 殷墟又是中国考古学的摇览 我能够继续在前任的基础上做一些工作 我个人也非常荣幸 我们会按照总书的指示 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质工作 特别在殷墟的文物保护工作 然后考古发射工作 同时的甲骨文的研究工作 还有中文明交流互建的这个方面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这方面工作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